下面我们来看第六节 建设工程知识产权制度 这一节考试的分值 大家看 这几年考的比较多 早年这一节考的比较少 甚至有些年份不考 但这几年看最高考了五分 而且这一节早年特别喜欢考著作权 这几年考专利权考的比较多 还有知识产权的保护 也考了几次 知识产权的课题与法律特征 知识产权它保护的不是一般的劳动 它保护的是一种智力成果 这个智力成果有哪些 这个我们法律是把它规定为八类课题 具体有七类 这里边我们教材重点讲到的 其实就是 一个是作品 由著作权法保护 第二个就是发明实用性的外观设计 这个是由专利法来保护 第三个就是商标 由商标法保护 除了这三个以外了 还有一个 也是我们教材讲到的 就是计算机软件 这个在我们这个里面没有说 但其实计算机软件 它也是一种作品 是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 所以具体这几类 大家要掌握 这里的大家注意 植物的新品种 可以受知识产权保护 但是动物的新品种 是不可以的 动物的新品种 大家看是不可以 所以大家考试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注意 商业秘密 是可以受知识产权保护的 只是它的保护 有它的特殊性 别的保护都有时间限制 但是它的保护 是没有时间限制的 所以你看我们 知识产权保护一般 都有一个期限性 但是商业秘密 保护没有时间性 只要你采取保密措施 就可以一直受保护 而其他的都有时间限制 所以知识产权的特征 大注意 这四个特征 不是每一个知识产权 都能够同时满足 这四个特征的 有些知识产权 可能是满足其中的 一个或者两个 或者三个 不可能全部满足 四个特征里面 第一个特征 财产的和人生权的双重属性 就是说它又有财产权的性质 又有人生权的性质 这个绝大多数是知识产权 都是有的 但是大家考试的时候要注意 商标权 它只有财产属性 只有财产属性 没有人生属性 所以著作权 专利权 都有财产权 也有人生权 但只有商标权 它是一个纯色的财产性的权利 这一点我们历年考试是考过的 大家注意这一点 它的特殊性 所以我刚才讲了 这四个特征 不是每一个知识产权都能满足 但是大体上是差不多的 绝大多数是可以的 它有例外 专有性 专有性 其实跟物权 它的支配性是差不多的 物权也是专有的 比如说一个物 归我所有 你就不可能归你所有 它只有一个物权 一个所有权 那么这个专有性 跟物权的这种支配性 还有一定的区别 比如说一个物 我占有了以后 你是不能用的 一个物 它必须通过占有才能使用 不占有你是没办法使用的 但是知识产权 从它本身的特性来看 它是不需要通过占有就使用的 比如说一个专利 你能用我也能用 所以全世界的人可以同时用这个专利 不影响 但是物不可以 因为你必须占有你才能够使用 而专利不需要通过占有来使用 所以知识产权的这种专有性 不是说它的属性是专有的 因为物你通过占有才能使用 它的属性决定了 我用了你就不能用 这个专有性是由于这个物的本身的特性所决定的 但是知识产权的这种专有性呢 是通过法律的规定 比如这个专利我能用呢 你也能用 但是如果我是专利权人 如果没有结果我的同意 你就不能用 法律规定你不能用 不是说你事实上不能用 事实上你是可以用的 你可以不仅同意可以使用 但是我可以追究你的责任 所以这个专有性呢 是法律上的专有性 大家注意它跟物权的这个支配性的区培 这个支配性是由你占有了 第三个是地域性 大家也可以跟物权比较 比如说一个手机 一部电脑 我在中国 能够受到中国的法律保护 那如果我把这个电脑手机 带到美国去 能不能受到美国的法律保护了 如果是一个物的话 你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 都能受到保护 但是知识产权不一样 我在中国申请了专利 到美国去是 美国法律是不保护的 你必须到美国申请专利 才能受到美国法律的保护 所以它具有地域性 你在哪里申请的 只在你申请的这个范围之内 受法律保护 这叫地域性 而物权没有这个地域性 第四个就是期限性 知识产权都是有时间限制的 除了我刚才讲的 双业秘密没有时间限制 只要你采取保密措施 你可一直保密下去 其他的都有时间限制 这个为什么对知识产权 一定要限制一个时间呢 这个其实是出于一种利益平衡的考虑 我们知识产权 一方面要保护创作者的这种收益 就要保护这种创作者 能够通过一定的时间来获得收益 但是呢 这种资产权的保护呢 其实是不利于科学技术发展的 如果一直保护下去的话 不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 所以我们法律就确定了一个时间 你在这个时间之内 我们认为你这个收益 能够足以激励地去创作 就可以了 过了这个时间就进入公优领域 谁都可以用 所以这个是一种平衡的考虑 所以都要定一个时间线 但是大家知道在误权里面 所有权是没有时间限制的 我们讲一个东西归你所有的话 只要这个东西一直在 你就有这个权利 它是没有时间限制的 当然误权里面 运用物权 担保物权 它是有时间限制的 但是所有权是没有时间限制的 所以知识产权一般都有时间限制 除了商业美名以外 当然这个具体时间是多长 不同的知识产权 我们法律保护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著作权保护的时间是比较长的 如果是自然人 生前加上死后50年 如果是法人 那么从发表知识器50年 如果是专利权的话 我们法律区分是发明实用心形 发明专利是20年 实用心形外观世界是10年 所以不一样 商标我们一般是保护10年 但是它可以续 所以商标大家注意 它的保护时间虽然也是有时间性 但是商标只要你续 比如每隔10年你续一次 你可以无次数的无限制的续下去 也就一个商标保护100年200年都是有可能的 只要你把它续了 而其他的是不能续的 所以虽然它也有时间 但是跟其他的不一样 所以大家注意这个区别 所以具体这个时间 我们后面还会再去跟大家讲到 整体跟大家介绍一下 有这样四个特征 这个作为多选题是多次考到的 当然作为单选题也可以考 就单独考其中的某一个特征 它用一句话来描述 让你判断 这是体现了知识产权的哪一个特征 这个大家又能判断出来 17年 关于知识产权法律特征的说法正确的是 A 具有财产权和人生权的双重属性 这个是没问题的 效力不受低于限制 它是具有低于性 你在哪里申请的 是在哪里受保护 所以这个是错的 C 仅在法律规定的期限这里受到法律保护 这个是有期限性 这个也是对的 不存在排他性 这个是错的 专有性其实就是排他的 一 是权力人对其创造了治理成果 依法享有的权力 这个正确 当然知识产权的这种排他性 跟物权的排他性是不一样 刚才我讲了 物权的排他性是因为他的自身的属性 而资产权的排他性是法律的规定 法律规定了 我用了 你就不能用 所以这里正确答案是 A C 和E D不要选 虽然 自然属性上面有排他性 但是法律规定 它有专有性 所以这个专有性其实就是一个排他性 一个体现 所以正确答案只有A C和E 不要选D 专利权 专利权 有三种 发明 实用心形 外观设计 都叫专利 我们讲的小发明 就是实用心形 而发明专利 我们叫大发明 这里大家注意 这三种专利 有一个区别 就是发明 有两种发明 一个是产品 一个是方法 这可以针对产品 一个针对方法 这个是唯一的一个 这方法可以申请专利的 别的 大家看 都是针对产品的 比如说 杂交水稻 杂交水稻是一种 品种 植物的品种 杂交水稻 不能申请专利 杂交水稻的 这个生产的方法 是可以申请专利的 所以这个方法 可以申请专利 我们有时候 这个东西是 原来就有的 但是我 用一种新的方法 把这个东西生产出来 这个也是可以申请专利的 但只是一个发明专利 实用性就外观世界 只针对产品 注意这个区别 授予专利的条件 发明和实用性 要满足三性的要求 新颖性 创造性和实用性 这个呢 大家大致的理解一下 就是说 做多选题 理论选出来 有这样三性 那么什么是新颖性 新颖性呢 叫前所未有 但是这个前所未有呢 我们又要区分 使在这个之前 国内没有 还是全世界没有 我们叫绝对新颖性 和相对新颖性 如果是全世界没有 那是绝对新颖的 如果是国内没有 那就是相对新颖 所以这个具体来 我就不跟大家说 不需要掌握 你就记住 新颖性是前所未有 创造性 发明实用性 都要求创造性 实用性 也要求创造性 还有个实用性 这个实用性呢 大家注意 不是说一定要能够商业利用 比如说一个东西生产出来 它可能有缺陷 但是它的创造性很高 这样的东西能不能申请专利了 是可以的 但是由于它存在一些技术缺陷 可能还暂时不能投入商业化的利用 比如说新能源汽车 新能源汽车 它其实在投入市场使用之前 它已经申请了很多的专利 但是呢 在它入市之前 它是有缺陷的 所以能不能进入商业的利用 它有很多的考虑的 成本 技术 都要考虑 但是呢 只要确实能够复制出来 我们讲的实用性 就是具有可复制性 你能够把它做出来 在实验室里能把它做出来 就可以了 不要求一定要能够投入商业化的利用 所以对这个实用性的要求不能太高 只要能够把它制造出来 就可以复 可复制性就可以 所以这个是大家正确的去理解 发明要满足这三性 但是外观设计 大家注意 只有一个新颖性的要求 没有创造性和实用性的要求 外观设计 它只是好看 所以这个形状比较好看美观 富有美感 这是它的一个要求 不要去对功能上有帮助 当然有些东西的改造 对形状的改造 不但富有美感 美感 而且它在功能上有帮助 比如说一个牙刷 牙刷我把它弄成波浪型 这种外观设计 它是个实用性型的 它是个实用性型 因为弄成波浪型 不只是为了好看 而是让它能够更好地去清洁牙齿 所以这个形状的改变 它是由一种功能性的一个使用的 它能够改进某种功能 所以这时候它是属于一种 实用性型 而不是外观设计 外观设计 纯粹是为了看的 好看 所以一个手机 那么换一个形状 一般的度四十方方的 我弄成弧形的 那么这可能就是个外观设计 纯粹是为了好看 没有任何功能上的这种改进 所以这个是外观设计 大家注意 只有心理性的要求 没有创造性实用性的要求 专利的吸引性 专利的吸引性 这里呢 大家注意 我们有一个特殊的规定 我们讲要前所未有 才具有吸引性 但是呢 有几种情况下 哪怕在这个之前已经有了 在这个之前 就在你申请之前的六个月之内 已经公开了 也不影响吸引性 这个是比较特殊的 一个是在中国政府主办 或者承认的国际展览会上 首次占出 这个大家注意 一定是中国政府主办 或者承认的国际展览会 主办或者承认 不是说所有的 花钱就能买到的不行 在规定的学术会议上 或者技术会议上面 这个是规定的 未经申请人同意 而泄露其内容的 这三种情况下 就算在这个之前 六个月之内已经公开了 但是依然不影响吸引性 这样规定的 其实第一种 第二种是为了鼓励你 把这个东西把它分享出来 所以这种情况不影响吸引性 这是一个例外 这个例外呢 作为多学题 是考过的 所以这个大家注意一下 一定要记住 不是所有的会议 不是所有的会议 一定要在规定的 主办的或者承认的 才可以 保护期限 刚才讲了 发明是二十年 时间是最长的 使用性的外快世界是十年 保护期限 从申请制开始起算 这个大家一定注意了 不是从授权之日 而是从申请之日 这个是比较特别的 不如你授权以后才保护 为什么从申请制 就开始保护呢 就是你想申请以后 你还有一个发明专利 一般申请一个发明专利 要三年左右 如果是从授权 才开始保护的话 那么你从申请制 到授权之日 这一段时间 别人可能就会侵犯 你的专利权 你没有办法去保护自己 因为你一旦申请以后 你这个技术就必须公开的 你公开以后 如果没有授权之前 不受保护的话 那么人家就会利用这个时差 去使用你这个专利 所以从申请之日 就受保护 这样的话 在授权之前 这一段时间 一旦有人去侵犯你这个专利权 你一旦申请下来以后 你可以再去找他 在这个之前 你用了 你侵犯我专利权 我可以保护 这个是所以从申请之日起算 是为了让大家敢于放心的去公开自己的技术 著作权 著作权比较特别 它是从作品完成之期 就自动受保护 它是不需要履行任何手续的 不需要国家机关来认可 比如我写了一篇文章 放到初题里没有发表 能不能受著作权法保护了 可以 从你写完开始就受保护 不要求发表 就完成自动受保护 而商标权 商标权 大家注意跟专利权不一样 它是从核准注册之开始保护 不是从申请 所以商标 你申请以后 在没有核准之前 这一段时间是不受保护的 一定要核准注册以后 才开始受保护 所以这个他们的保护的起算点 不一样 这个大家注意比较区分 李某研发了一种混凝土添加剂 向国家专利局提出使用新型专利的申请 一年年五月十二日 国家专利局收到李某的专利申请文件 经过审查 一三年八月十六日 国家专利局授予李某专利权 该专利权届满的时间应该是 这道题其实它考的就是专利的保护期限 单利的专利的保护期限 申请之日是五月十二 那么授权之日是八月十六 那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起算呢 应该是从申请之日申请之日 所以这里应该是五月十二日 五月十二日是保护专利时 专利发明专利保护期限是二十年 使用新型是十年 所以这里边应该是选十年 一年年五月十二日 十年应该是二年年的五月十二日 所以应该是选低 所以一定要记住 这里是使用新型专利 如果是发明专利 那就应该是二年三年选B 所以这个是一定要看清楚 专利的保护期限时间是不一样的 商标权 商标权我们很少考 考的最少的 商标权的注意几点 第一个的是商标我们有两种 主要有两种内心 一个是商品商标一个是服务商标 也就是我们在商品上可以用商标 服务上也能用商标 但是在实验当中服务商标比较少见 少一点 主要是商品的商标 我们看到这个商标就知道这个商品是谁生产的 所以商品商标会更多一点 但是服务商标也是有的 一些大型的服务业 比如说银行 航空公司都有自己的商标 商标不仅注册也可以使用 这个商标没说一定要注册 不注册是可以使用的 我们是自愿注册 但是注册了的商标跟没有注册的商标 有什么区别 区别在于注册的商标 享有商标的专用权 专用权什么意思 就是如果一个商标里面有注册 你能用别人也能用 而且如果别人在你之前注册了 可以反过来不让你用 虽然你使用在线 但是我注册在线 所以没有注册的商标 是不能禁止别人使用的 但是如果注册了这个商标 我就可以不让别人用 所以商标专用权 它也是法律规定不让你用 不是你事实上不能用 所以资产权是 从这个性质来说 都是可以随便用的 只是法律不让你用 它的这种专用性 它的这种排他性 跟物权是有区别的 物权是因为它要占有才能使用 所以事实上你不能用 而知识产权 我随便可以用 只是法律不让用 所以这个专用性 注册商标想有专用性 没有注册的商标 是不想有专用性 商标的有效性是十年 但是这个十年 跟其他知识产权都不一样 它是可以续的 注册权也好 专利权也好 期满以后就进入公用领域 不再保护的 但是商标是可以续 而且没有任何次数的限制 你续一百年二百年都可以 那么这个续的有两个时间点 一个是期满前十二个月 一个是期满后六个月 期满前的我们叫续展期 期满后的叫宽限期 这个时间不一样 名称也不一样 期满前叫十二个月申请 期满后是六个月申请 都是可以的 那么这个申请 只要你提出来了 就可以续 其实所谓续就是让你交钱 你交钱就可以续 而且没有次数限制 商标是可以许可 也是可以转让的 这个大家注意 既可以转让 也可以许可 许可使用 转让就是全转给别人 自己不能再用的 自己不再享有这个商标权 而许可别人使用呢 那你自己还是可以用的 还是可以用的 所以这个许可使用的 这种独占性没那么强 而转让的话 等于彻底是别人的了 所以在时间当中呢 这个商标许可使用了更多一些 除非一个企业干不下去了 破产了 他才会把商标卖出去 一般都是许可别人使用 所以大家去买东西的时候 你一定要注意 虽然你买的东西的商标 可能是不一样的 但是大家一定要看产地 不同产地的 其实商品的质量是有差别的 同样是这个商标 国产的原装进口的 那区别 有时候质量是比较大的 因为这个商标可以许可别人使用 是可以的 当然质量不能差得太远 好 商标可以与企业或者商与 可以同时转让 也可以单独转让 这个都可以 一般商标转让 都是企业在跟别的企业合并的时候 一并转让给人家 单独转让的可能性 还是比较少的 除非他自己不干了 16年这道题 关于商标专用权的说法 正确的有 A 商标专用权 是指商标所有人 对注册商标所享有的具体权利 这是对的 没问题 商标专用权 它的内容是包括财产权 这是对的 著作权 专利权 都有双重属性 但是商标权比较特殊 它只有财产属性 没有人生属性 所以这个是正确的 商标专用权 包括使用权和禁止权 两个方面 这个是没问题 既可以自己使用 也可以禁止别人使用 未经核准注册的商标 不受商标法保护 这是对的 没有注册的商标 你可以使用 但是呢 不能禁止别人使用 你能用 别人也能用 所以就不想有商标的专用权 只有注册了商标 才想有商标专用权 受商标法的保护 一 商标设计者的人生权 由专利法来保护 这个是错的 设计者 这个设计 商标的设计方案 它本身是一个作品 这个作品呢 是可以受到著作权法保护的 而不是专利法保护 记住 专利保护的是技术 著作权保护的是表现形式 表现的是 我们讲一个东西 有内容有形式 你去记住 内容由专利法来保护 形式由著作权法来保护 所以一个东西 可能同时是著作权专利法保护 著作权保护形式 专利权保护内容 所以技术本身的保护 属于专利权保护 这里这些答案应到是ABCD